啊这有毛病吧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龙凤德州 咱们继续来看周二的哈斯勒 精彩几节 先来看本期视频的第一手牌 路德克里斯拿到一手90杂色 翻牌命中顶对 BGM的话卡顺听牌 Adam还翻后打了800 路德重牌跟住 BGM也跟了下来 转牌 如果我是A4同色 我可能会跟 如果不是的话 或许我翻牌面就走了 转牌一张9 路德拿到92对 而Adam这是已经听了死牌 但他好像还在思考 是否要再打上一枪 我只能说Adam尽力了 他上打了2700 他希望自己可以一枪干掉两个对手 但是路德加注估计要来了 加不加 加注的话游戏结束 路德这装模作样的看了眼牌啊 但我感觉他根本连自己的牌都没看到 路德继续跟了下来 合牌 哎呦 发石 不过发石也比发S强啊 Adam放弃了 刚才路德拒担心对手啊 会不会起手拿到赛2赛3啊 现在他反而是非常希望对手啊 能中赛 合牌撸的推了出来 希望对手可以来抓自己偷鸡 是吧 又或者说从对手一手小葫芦里拿价值 可惜啊 Adam啥也没有 来看这一手牌 某人等啊等等啊等 终于等来一手好牌推出了一个四败 哎呦喂 Jermy后手14000 Patrick问了问对手后手的马亮啊 感觉翻钱要干光了 可怜的Jermy又要破防了 每周任务又要完成了 每周破防一次 只跟你我发两次 跟别人我都是发一次啊 够给你面子了吧 发两次 Jermy也很难赢下其中的一回啊 照概率学来说是吧 怎么着也得发十次啊 他可以拿走3600里的3600啊 哎 凉 没红桃 想分钱太难了 连花色都完完全全被压制了 这怎么玩 你看又是方块面 可惜没用 K也没发出来 回家了吗 Jermy 来看这手牌啊 卢大五八杂色 还这位加注到了400 Nik口袋9 先手选择了Limp入持啊 最终还是跟了下来 翻牌一圈四 两张高牌 Nik只能过 路德 常规下注 哦 Nik不相信 路德有牌 转牌一张圈 好 现在更不信了 打多少 路德不一定敢打呀 想着如果Nik手里有一张 A4啊 一手弱A4的话 肯定是打不掉的 再转牌 怎么办 路德 巴海 要不要偷这个底池 Roy能不能干掉 打多少 这是六千 六千六吗 哎呦 底池才一千多啊 路德推出了六千六 他知道Nik的牌 自己打满池啊 肯定是打不掉的 只能推出一个三倍的超池啊 但是你试想一下啊 如果路德真的有圈 他会再转牌过牌吗 今天晚上Nik已经做出了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两到三个Hero Call了 能不能 再抓一次 完了 黑老大再数筹码了 路德慌了 路德绝对没想到啊 Nik只有一堆酒啊 继续来看这一手牌 Jeremy拿到AK被路德给推了回来 这么稳吗 Jeremy反手仅仅是选择了跟住啊 神经病吧 路德总说Jeremy说话不张嘴啊 路德这也是直接张着嘴说话 翻牌AK7 Jeremy拿到AK两对 而路德的进攻还在继续 这有毛病吧 这嘴是张开了话说不出来了 路德的进攻呢 还在继续啊 TUN上下注4000 这手AK他是干不掉了 老Francisco说 你这老张着你的屁股干什么 加住Jeremy 啊 丢出了1万 这路德没法玩了 这怎么玩 继续来看这手牌 Jeremy K圈翻前做了300 路德石钩杂色跟住 Francisco一对8 还有Big John一对6 4人吃 翻牌 这什么机位啊 摄像师又开始偷懒是吧 翻牌有8 Francisco中赛 而Jeremy拿到顶盾 路德卡顺听牌 Jeremy一下注 打半池啊 这底池扩张的速度会非常的快 路德如果跟下来的话 Francisco很有可能啊 会因为这牌面这两张红桃啊 去做加注啊 这样的话 这底池估计又要离谱了 在我这个角度看 哦 这不是筹码啊 我说怎么彩色的 什么东西 Francisco 5800 8400 Jeremy不用说啊 这肯定要跟啊 路德还要不要跟啊 路德很有可能啊 会因为这个赔率啊 而铁而走险啊 去赌 转牌的那张9 Jeremy这边表情凝重啊 重视起来了 感觉出来哪儿不对劲了 但是又说不出来 继续跟住 路德在问两人后手的筹码量 这会儿路德心里肯定是在打什么小算盘啊 想着一张9可以收获一个双杀呀 果然 拼命三郎 选择拼一把 那迪士来到了3万 最关键的转牌 一挣二 行了 Francisco拿到了葫芦 几乎立于不败之地了 只要躲开合牌的一张圈啊 13000 13000 这一枪打出来 Jeremy只要选择跟住啊 直接套吃 Jeremy思考两九 最终直接推了出来 路德这牌是不能再买下去了 8万的底持 截止到目前为止 今晚最大的吃了吧 就是上周吧 Jeremy赢了十来万啊 连解说都在说啊 积分牌是不是出错了 觉得不可能啊 Jeremy确实是输多赢少 最终这手牌没什么特别的 合牌一张也死啊 Francisco从Sed变成葫芦啊 拥下一个大底持 而Jeremy再次被清空 好 那这期视频呢 到这儿暂且告一段落 咱们下期接着看吧 下期见了朋友们